字幕提供 歡迎收聽今天的學弟群準備 我是各位的大學長兩千 嗨 我是阿嘎 OK 今天來參加我們討論 我們邀請了一個特別來賓 重量級人物 沒有 應該是我們自己本身的 在這個私下的好朋友好不好 我們今天邀請他 他叫郭律 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義杰法律事務所郭銘漢律師 律師來了 上次我們有預告說 我們會請個律師來聊一下天對不對 很開心來到這邊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那現在律師是不是講話要開始計費 一般律師是這樣嗎 現在開始donate 好不好 贊助連結給他打開 好不好 一般是這樣吧 應該是吧 應該看到你平常聊天應該是要錢的 那個碼表按下去 大概會稍微記一下時間 對不對 先看是不是妹子 妹子的話就說沒關係這樣 OK 就是女的就沒關係我們私聊 我們這麼感覺 聊什麼都會偏題 我們早來的來賓也都夠我們一起偏題 因為多數都是自己私下的朋友 那其實明漢也是 就是郭律也是我們自己公司的這個法律顧問 所以今天來特別請他來跟大家聊聊 那郭律來跟大家介紹你的法律事務所 大概在什麼位置 我是在那個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249號 仔細的把它講出來了 好 那1249號 所以你主要專長打的是什麼樣方向的 主要專長是一般的民刑事訴訟 當然各類的刑事案件還是最專長的部分 各種類其實 就是殺人放火之類的 交通事故也有 很常見的 那那個大麻可以嗎 可以可以 這個沒有問題 這OK 對 之前我們處理夠很多 那大麻的可以頒獎嗎 你們主婚單位怎麼做的 怎麼偏題偏那麼快 好啦 今天來跟大家聊的是 其實主要原本呢 我自己設定的一個主題是這樣 就是最近 大概是我們桃園中立這邊最夯的話題 就這幾天發生的事情 絕對不跟我們中古車騙人沒關係 今天來聊的一個蠻特別的是 你知道最近最夯的 中立最夯的新聞 就是有三個屁孩 就是拿殺蟲劑縱火 然後那個殺蟲劑一噴有沒有 然後直接把這個加勒服給燒了 他把殺蟲劑當成瓦斯噴槍的概念 對 你知道我們全桃園 就這麼一間 全中立就這麼一間 加勒服是24小時 對 他就把它燒了 搞到大家晚上沒東西買 他馬了 沒辦法去了 對 那所以出動了102名的消防人員 然後35輛的消防車 花了5個小時才熄滅了這個火 當然我們要對這個消防人員 獻上滿滿的respect 對 然後這三個屁孩 除了要面臨巨額的賠償以外 其實我們身為一個車商 我們最煩惱的是 這一批在地下室的車到底怎麼辦 對 因為他消防灑水 對 而且聽說泡了不少台 都泡在水裡面了 阿宏泡很多台嗎 加勒服不公布 加勒服不公布 不可靠 但是我知道 其實我們平常下去有非常多 莫名其妙的人停在下面 對 因為他就是 有消費就可以免費停 所以有些人都停在那邊 包括我自己都去那個加勒服 Google不少吃車 對 所以其實這些消防灌救 因為畢竟面臨到這種泡水的問題 那如果說我們自己是消費者 假如說我車真的停在下面 結果被泡了 因為它上面其實有體育 就是有World Dream 我記得是健身房 真的車子被泡了 因為其實當下 我不可能去把車牽出來 那到底應該怎麼辦 這只能認衰嗎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找郭律 來跟大家聊一下 如果遇到這種狀況下 這種車主應該怎麼樣自救 或是說應該要怎麼樣的方式 那我先問一下 這個如果說這個消防救援 這種東西 如果譬如說我這樣被泡到 我這個跟國賠有關係嗎 應該說國賠這個概念是說 公務員他在執行職務的時候 可能有故意過失 侵害到人民權利的問題 或者說是公共的設施 他在設置或管理上面 可能也是一樣 侵害到人民權利 才會產生的問題 那在消防設施的部分 目前來看可能是 加勒服內部的一個灑水器 他灑水了 那應該就是可能是牽扯到 加勒服跟這個車主 還有這個所謂的屁孩之間 的關係這樣子 債務關係 所以聽起來 跟國家的消防是沒有關係 因為主要這個設備是加勒服的 對 所以他要找誰陪 原則上 因為加勒服一般我們停車場 跟車主之間 其實目前比較多法院認定是說 他是比較偏向租賃的一個契約 借你停 也就是說是租給你停 但是他不付一個保管的 停車場都會寫 他們會寫說 緊供停放不付保管責任 所以也就是說你今天 這個車子在停車場內發生了 一個迴損的情況的時候 其實停車場本身是不用負責 那就要回到說 今天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原因 雖然說 加勒服他今天灑水 所以把這個車子全部都泡了 那就可能要回溯到說 這個灑水的原因是什麼 回溯到灑水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三個用殺蟲劑的人 對 所以立這個他說 緊供保管責任 這個是合法的 對 目前來看法院其實是接受的 因為他會有一個不同的點在於說 如果認定說是寄託契約的話 寄託也就是說 就像我把我兒子寄給你 托給你 你要負責幫忙照顧他 那我的車子寄託在你這個停車場 那你停車場場主就負責要幫我保管 然後看守 如果有損害的話你要負責 可是其實實際上好像不是 我們一般停車不是這種情況 因為寄託的情形是 你必須把這個所有權完整的去交給他 這個停車場的長組 可是 對不起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那如果我們其實停的停車場 是那種會收鑰匙的 收鑰匙我認為就有比較有可能 因為停車場他當然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隨時 對我的車進行移動 對 然後甚至你停地方到安全的地方 那這個時候如果發生了一些 車輛回損的情形 我倒認為可能比較偏向說需要賠償 但是如果說相反的 今天車鑰匙是車主自己保管 然後可以隨時來來去去 對 然後我認為這樣的情況下 單純租賃的話 停車場不需要負任任 那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他是月租車位呢 月租車位其實他 因為月租車位通常是要簽約 所以其實停車場也是會在契約上面 就講過 對我只是公停放而已 我不負保管責任 廣東包飲的 對也就是說你今天如果車子有活力水 或者說你車內財務招竊的話 我是不負責 所以他自己負責了 對 所以那我在他格子裡面 可以要放什麼都可以吧 這要放什麼大麻是不是 不是啦 我是說因為 因為我們蠻好奇的是說 因為你看像 剛剛突然提到這個問題 我就想到說 如果一把我們有時候會有些是把 鑰匙收走的 所以你說等於說我們如果認定上面 他有拿了我們的鑰匙 他相對來說 他就有可能要負上這個所謂的保管責任 有可能 但如果我是自己停放 然後我自己把鑰匙帶走 對 那其實通常停車場 目前以法院來看 是不負任何的保管責任的 除非說他停車場管理有數 例如說 可能這個我自己停車場人員 不小心刮到你的車子 那這個當然他也需要負責 可是就停車場本身 例如說有第三人發生的一個侵害 或者說有第三人開車撞到你的車 在停車場內 或者說今天可能雨下太大 外面的樹這個倒掉 壓到你的車子 這個停車場本身是不負責任 但是就要找樹的主人來陪 對 樹的主人是國家 這樣就符合國陪嗎 這樣就要看說到底這個行道樹 公家設置的行道樹 他到底有沒有平常在維護保養 好複雜 對很複雜 果然法律是保護懂的人 如果說 假如說被淹到了 然後譬如說如果是佳樂福本身 排水設計有問題 那就可以找佳樂福了 這個邏輯是這樣 可是你要先證明他排水有問題 對 所以如果那一層沒有燒到 他只是灑水灑了 對 可是應該 通常自動灑水器的設置 應該是只要有一個 某一個起火點之後 全部應該都一起作動 因為怕火勢會延燒 對 所以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就回縮到根本的原因 是說為什麼他會啟動 那如果泡沫灑下來的時候 我可以去洗車嗎 沒有 沒有亂騎 所以原因主要還是找起因 就是這三個屁孩 那如果真的遇到這種事情 假如是你的話 你一般這個要怎麼辦 假如說你譬如說車費官員 也沒有壞 但就燻得亂七八糟的 那其實我認為應該 第一個要看的應該是說 看有沒有保險對不對 可是保險停車場有算嗎 如果好像只有乙氏才有 假氏 可能要假氏才會有 假氏才會有 假氏才會有 誰會保假氏 假氏保費太貴了 對啊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一般你會怎麼做 那就可能就會去告 這三個屁孩 先告 先告再說 先開擠 可能會告毀損 因為等於說我認知上 你根本就是故意的 讓我的車子被壞掉 那如果他們是個人 假如我是個人車主 我可以跳過家樂府直接告他們嗎 可以 是可以的 OK那這邊如果有聽到 那個 家樂府下面停車的車主 就自己可以 直接提起一個聯合訴訟 不用聯合 他一個人就可以 因為他是個人產權 對我們就是直接到 那個地檢署的 這個申告裡面去按 直接找桃園區什麼 哪一條路 中正路 找郭綠了好不好 郭綠已經幫你安排好了 OK 那這樣子我想好奇就是說 因為其實我有遇過一個事情 就是我有一個同學 他自己開車的時候 他下那個66高速公路 下來的時候 遇到紅綠燈故障 然後兩邊 十字路口 兩邊的紅綠燈故障 然後兩台車對撞 對撞以後 所幸是沒有任何人死亡 或是受傷還不錯 但是兩台車都報廢 對 那這時候他就想去申請 國配 他覺得是因為 這個紅綠燈壞了 導致這個事情 那可是最後他說 非常麻煩 以這種情況 如果我們真的遇到這種 所謂的這個紅綠燈 你有沒有遇過相關的經驗 或是怎麼處理 我之前在某一個 這個議員服務處法律之前的時候 也遇到一個民眾就是這樣 他比較偏向是說 他今天是闖紅燈 然後被開單 可是他 我講錯不好意思 他是 應該說是違規左轉 違規左轉 因為他說他這個紅綠燈 以前都有一個左轉號字 但是後面不知道為什麼 幾月幾號開始改天 沒有了 對 那我就跟他講說 我說那你 這個日期之前跟之後 你都要提出 影片照片證明說 真的是有變換號字 然後沒有事件通知的情形 然後他就說 他有去現場拍照 我說這樣拍照是不夠的 而且他今天騎的是摩托車 縱使我今天 因為摩托車不能騎在內線道 縱使我今天有左轉 他也是違規 也不能左轉 他就一直跟我在那邊 爐爐爐 我就爐半天 因為他被開單 他主要是被交通罰彈 然後他一直在那邊爐 我就說那你要告你就去告 他想消單 支持你去告 支持你去告 這種算是告什麼 他告那個 撤銷交通的罰管這樣子 那如果像我朋友這種狀況來講 兩台車這樣子對撞 那他要怎麼樣去舉例 他主要要怎麼樣 他必須要先舉證說 在那個當下的紅綠燈 正常應該要作動 然後正常應該要什麼燈 但是當下沒有產生反應 沒有產生反應 對 那他第一個要先證明 第二個是如果有人是在維修 所以導致他真的沒有的話 就可以 可能嗎 可是應該還是要遵守 其他交通規則 就像交通規則裡面 其實他有一個帝王條款 叫做未注意 陰注意和未注意 不是 叫什麼 叫做這個未注意車前狀況 這叫帝王條款 對 就是基本上你只要在路上 發生交通事故 怎麼樣 你都很容易中這條說 你未注意車前狀況 前面緊急煞車 你只要撞到他 你就是追尾的情形 對 所以這樣的狀況下 我如果從閘道下面下去 雖然說沒有耗置 可是你這時候應該要切入主幹道的時候 你應該要看到底有沒有來 同向的來車 所以這是一個帝王條款 就未注意 我以為是陰道的味道 報告沒有聞到 爛透了 所以如果說 那假如說像公共設施 像我們之前有一個 我好奇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開在路上 像有一個人 之前新竹是不是有個新聞 停在路邊 好像一個特斯要掉下去 是不是 天坑事件 那當然那個好像是跟 後來是不是跟房子有關 對 跟蓋房子 那如果說 假如說無關的話 假如真的地上掉了一個洞 然後就掉下去 這樣我會賠吧 可以 這個可以提起國賠 國賠 所以路數壓倒 路數壓倒的話也是可以的 其實按邏輯是可以的 對 那到底怎麼 我覺得國賠聽起來兩號 國賠就覺得很難 你有沒有遇過 或是有沒有身邊有經歷過 實際上就是民告官 但是民告官本來就很難 勝算不大 說實在勝算是不大 因為他其實課於民眾很強的舉證責任 可能去證明說到底國家哪裡有做錯 就你必須舉證 舉證的問題 舉證比較麻煩 那因為大家知道公家機關就會有一些 可能官官相互的肉洗 什麼之類 這可以播嗎 這可以播嗎 監視器沒有畫面這樣子 怎樣 你要確定 我什麼都沒有 剛剛以上是我夢到的 我朋友說的 所以你說如果遇到這樣 就沒辦法 就會變成說很難 很難得到 那就正常如果管道就是找你們去告 但是有時候找律師告 你也不一定告得贏 這個是必須要評估的 這個訴訟絕對被拉很久 就告的時間 因為在民事法院提出國賠訴訟 大概一審大概要一年 一年 最近一年的左右 那你也要花 基本上也要花律師費 那你自己就要評估說 到底是告得贏還是告得不贏 像是如果說 車子掉到天坑裡面 我想這個來講 比較有機會告贏的 你當然就可以高高看 因為他很確定 我真的沒動 如果說交通耗製 就真的很麻煩 你就要有很強大的證據說 證明說真的就是這樣 所以最後我同學是認賠 就認賠 就不管了 因為他們兩邊都 還好是沒生死亡 或是沒有人受傷 就算了 但是車子就是報廢掉 對 所以我每次看到那個 被路樹砸到的車子 我都想說 他很好可以換一台新車 沒想到 他的國賠之路這麼漫長 還不一定要得到錢 沒錯 因為其實你知道 我有真的 估過滿多台車被路樹砸過 通常那都是切屋頂 或是切A柱 柱子切掉 對 因為那個樹掉下來 都打到擋風玻璃 擋風玻璃就打到A柱 A柱就直接切掉了 所以都很尷尬 就是車損也很多 那如果說這樣子 那我好奇 我們講回來這個佳樂福的話題 那如果說這樣子 那佳樂福到底要不要賠償給車主 我是認為原則上是不用 就不用 對啊 因為也就是說 佳樂福他本身其實只有付一個 這個停放的 讓你供應停放 但是他不付這個保管責任 那今天這個茶水器 為什麼會遭到 還是因為有三個屁孩去 這個玩火 對 所以導致說今天才會出現說 這個車輛被水淹的情形 那這個歸根就底這個侵權 這個侵害這個車輛做權利的本身 其實還是在於說這個玩火的行為 所以應該還是要找這個行為人才對 對 所以主要還是要找 冤有頭再有主 對 那這樣子來講 所以如果說 以這個你自己處理過的一個經驗來看 這種有沒有交通事故來看 或是說這種所謂的 國賠的狀況來講的話 其實遇到多不多 還是還好 其實交通事故是很多 最常見的 其實交通事故是最常見的 但是國賠其實真的不多 因為其實國賠大家都 律師可能心裡有數 在特定案件裡面 其實他成功機率是不太高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會跟一些當事人講說 你這個成功機率不高 那你自己要考慮清楚這樣子 對 因為你要也是要負擔律師費 這些時間成本 因為會曠日廢時 加上人的心情 這樣不是很好嗎 這樣律師費賺很多 還是通常都會放棄 通常不付錢 不好賺 人家一定會問他說 你這個勝訴 律師你有幾%的把握會勝訴 我們律師法規範 是不能講這種勝訴機率 律師法規範不能講說 你只能說這個有機會 不是說我要告訴你 于鐵雄法官 不是 不是那另外一個 是說將軍 將軍我要判你有罪 馬上接的到 果然是差不多年紀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所以如果說 譬如說 假如真的給誰 那你有沒有遇過這種 因為其實我們有拍過影片 做過這所謂的價值減損 假如真的遇到了 被砸樹砸壞 那價值減損這件事情來看 順便跟你一提 如果真的遇到這種車損 然後導致了我的車價 未來在脫手的時候 有些價值減損 以你律師的角度來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夠申請 所謂的見價損失 其實現在這個價值損失這件事情 其實法院一直都有 認同這樣的一個權利 會受到損失需要賠償的情形 比較早以前 他們大概都是會去 以前有權威車訊的雜誌 上面大概會說 幾年的二手車大概 價值會是多少錢這樣子 那這個 有這樣的數字 數額來認定之後 然後再去看說 這個 我現在車經過這樣子的維修之後 縱使我可能在原廠出顯的維修 或說我去外廠自己來維修 維修之後 因為他可能 車門有換過 板金有考過 那這樣子可能 車價一定會減損 那就會對照說到底 我這個維修之後的車價跟 可能權威車訊上面 看出來的車價 這樣大概會相差是多少 那這個數額的部分法院 是會可以判決的 對 確實是可以申請的到 對 那你有沒有遇過相關的經驗 之前有遇過一個 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有一個這個 GLE的一個車主 因為他好像 他那個版本應該是 153吧 就是我記得那時候 一台要500多萬 然後他是GLE 500多萬 對我知道 所以我賣過來 我直接買過一台 然後他就是自辦外匯進口 然後就後來 這個 跟了一台摩托車 在路上發生的差狀 那當然因為他好像 是有保儀式險 所以原則上 全部的維修都是儀式險 會負責修到好 對 然後那個保險公司 因為他有這個 幫忙的這個 債權移轉到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會幫忙告 代償的話 代維修長 對 可是後面的話 這個車主 他就是提供這樣的一個 他就是 告這個機車的歧視 他就跟他講說 因為我維修之後 我的車價有損失 所以你要賠我這個損失 那他那時候告的金額是60萬 那他 見出還是60萬 差60 對 那這個時候是透過那個 TCBU的一個建價 OK 趁機恐怖下 可以 OK 我們又CUE他 就知道了 OK跟我們工會的有關 本身本人也是這個 建價委員 就是會有我們 然後呢 後來就依照這個建價報告去 告了這位機車騎士的 這個 要求他賠償這個60萬 對 那我們就是擔任這個 機車騎士的律師 你是機車騎士 那裡面是會判 判下去的 不管多少都會判 因為應該他會尊重專業 尊重最專業的TCBU 又來 這其實是沒有拿錢的 但是我這樣子這樣聽起來 如果說我要告 因為其實我有遇過 譬如說 有人會打電話給我們 因為我們拍過影片 介紹到所謂什麼 建價折損這些東西 那這種東西 到底就是如果我 譬如說我是車主 假如我被人家弄掉 就屁股好了 像這個我是GLE的車主 那到底我譬如說我要去告這個 對方 他這個譬如說我也有保險 那保險是不是有理培 把我車修好了 已經代位結束了 那到底我告別人 我要怎麼做 就是要再去找律師 然後提起民事的訴訟 這種東西嗎 民事訴訟不一定要請律師 但是你必須要 這個撰寫一個民事的起訴狀 那郭律應該有在服務這個問題 有 然後用這個起訴狀之後 然後到法院去這個地狀來提告 所以民事的方式去處理 對 民事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是跳過這個所謂的保險公司 這件事情 因為保險公司 他負責的只是車輛的維修 對 因為人都沒有受傷 對 沒錯 那我有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這個30萬 這個機車其實他有保險 保險會去cover這個30萬嗎 原則上的話是可以的 如果你的保額有到 像如果有保超二險的話是可以的 只是說你參與這個調解 或者和解的過程 保險公司他必須要派員來參與 對 因為是他要掏錢出來 對 沒錯 所以保險公司是可以賠的 所以可以賠減損 所以我可以告對方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去找你的保險公司 找我保險公司 但是據我自己朋友 像我朋友可能有些 也是發生一些車禍情形 他們說超額的部分 其實保險公司都很會裝死 他們就不想要理賠這個部分 對 那可是如果有真的被告 那以這個狀況來下 他還是必須來處理 對 但是他們可能就會說 那不然等法院判出來 我們再賠 先讓你去麻煩 對 尤其是有保險公司 事務我們就沒這麼麻煩的 金額就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對 但是有些保險公司 可能對你比較好 他就會說他派一個 可能法務專員幫你去開庭 這樣子 反正如果判出來 他們可能就賠掉 你剛剛他剛過濾的意思應該是說 如果他 譬如說你前面要開那些什麼協調 或是斡旋 他就不會願意來對不對 保險公司可能就不願意來參與 他會建議你用告的 他們還是會來 但是他們可能要賠的話 他們可能就不太願意賠 都會說我們這個上千很麻煩 這個金額可能合不過 對 他會說都修好了 我們已經結案了 不管我吃了 但是他們還是有意義要這樣說 所以我第一次知道 原來保險公司 他是可以賠這一塊的 有些的保何保內容是有的 原來是 因為我其實 我一直以為就是說 這個告的狀況 我比較不詳細不了解 到底是最後是怎麼樣去處理的 就一般我都以為說 可能就是 他再去可能夾在一起去找辦公司理賠 或是怎麼樣 對 那因為我一般 一般我們幫忙的都是 車損的那個人 就是他要申請見價 那我們比較少知道 對方這個人要怎麼做 就是被告的那個人 所以他那個case 應該是已經就先和解對不對 就是有到法院 但是後來在法院的審理程序中是和解 中間就和解 那前面他車損的部分已經結束了 車損的已經秀完 就是保險公司會另外告這個人 另外跟這個人協調 到底你的維修費直接要賠多少 但是他那個訴訟只告 這個是價值折損的部分這樣子 價值折損的部分 對 就是他本身車體的損失 是保險公司代位求償 沒錯 幫他要這個錢 原來是這樣 所以其實超額還是需要的 真的蠻需要的 還是蠻需要的 不然你今天撞了一個嗎 什麼超跑什麼之類的 不管超跑 你光GOE就60好不好 隨便撞個都幾十萬 誰受得了 真的是這樣 那如果說 譬如說像上次我們有一次 我們上一集聊一個保險 就是到底車子的保險要怎麼保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有討論到一個問題 就是網路上有人說 要保這所謂的刑事律師訴訟費 這個保險 來我問你 你有沒有遇過這種東西 那你覺得建議怎麼樣 我自己就有遇過 就是我今年的保費 他要叫我 因為我也是保儀式 然後弄一弄 然後他就上面就有一個項目 就是說這個刑事責任 那我就跟那個 你說刑事律師訴訟費 找保你是不是 你說你是刑事律師 對 那我就跟他講說 我說我可以把這個剔除掉 我不需要這個 因為我是律師 他就跟我說這個不行 這個是套餐 一定要包含裡面 套餐太行李了 然後那個 因為他那一項的保費 可能才三四百塊 沒有很多錢 我就想說算了 好吧那就繳 律師保自己拿去刑事律師訴訟費 你說我幫我自己寫 又不用錢 是啊 他就是說 對你說 我說他就是說 因為有些在車禍 尤其是騎摩托車 他會受傷 受傷他就會去告這個 跟他發生這個車禍的對方 對 來去告這個過世傷害 沒錯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就是要來cover說 如果你被告過世傷害之後 你可能要請律師 那這部分的話 就會幫你支付一下那個律師費用 可是那天我們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 我個人的看法 我不知道到底是對還是錯 就是說 我個人看法是其實如果你 通常來講 我們遇到摩托車 譬如說他真的受傷 小鐘事故 他通常會先去做 告這個所謂的過世傷害 讓自己譬如說跟對方 可以站在一個比較平等的 立場去做討論 並以行逼民 這種方式 那如果說 在這樣的狀況下 到底真的有遇到 需要請到行事 譬如說我打鼻鼓 假如說這個是車主 然後摩托車追尾撞到你 然後他有這個所謂的保險 他有權險 那譬如說他跟他進行的這件事情 那我告你 我告這個車主說 我有過世傷害 那到底這個車主 就趕快叫保險公司 趕快陪他就好了 有必要會走到刑事訴訟嗎 因為說在車禍的部分 可能會分成民事跟刑事 兩個部分來談 也就是說 在民事的責任就是 到底賠償的數要賠多少 那刑事的部分就是 到底你過世傷害 要負怎麼樣的一個責任 那只是說 在協調 你一告刑事的過世傷害 的過程中 那檢察官他一定就會要求說 你們去調解委員會來調解 然後這個當然如果說有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會陪同你出現 那只是有可能會遇到說 受傷的那一方 他要求的數額非常的高 獅子大開口的情形 那這樣狀況下保險公司 他可能也不願意理賠 然後這樣的狀況下 情勢的部分就是要繼續去 進行處理 那當然過世傷害 只要你有1%的過世 你就是會有過世傷害 那檢察官就是會依法起訴 那只是說過世傷害到最後到法院判刑 基本上也是不會判太重 法院的態度就是說 只要你跟對方有和解 那原則上就給你緩刑的機會 那即使說你沒有和解 只要你的喪事不是那麼重的話 應該也是不會判到關 所以都就一顆罰金這樣子 就是你都在罰一點錢這樣子 對沒錯 所以那真的要請律師嗎 這剩500塊我用得到嗎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是認為說不一定 除非說你今天過世傷害 撞到的這個受傷 很嚴重 像我之前有遇過說 被撞成植物人的 那就對方就是堅決就是一定要告訴你 那個我會建議這個請律師 那如果說一般只是 可能差錯傷腳扭到 或者說流血破皮這樣子 其實請律師 當然如果你覺得請律師比較安心 也是可以花這個錢 因為我們主要是想要那個 省下那個三五百塊 我們是好奇說 這單到底要不要砍 因為我們那天叫大家砍那個保險的單 就是說這要不要砍掉 因為我覺得應該很難用到吧 應該我覺得就是像律師說的 就是你要把人家撞得很嚴重 然後就撞嚴重一點的意思 也不好吧 不是這個意思 為了賺律師費 想說不然這五百塊沒用到 他媽的 沒那麼硬吧 好啦那所以其實聽起來的話 如果說真的遇到這種很衰的事情 那看來就沒有什麼辦法 可是那個律師送費 我看他理賠金額也沒有很多 好像五萬吧 一般都五萬吧 那你們開一庭夠嗎 可能不夠 不夠 你自己還要貼錢 那還是把它砍掉好了 如果真的遇到 第一個要遇到這麼嚴重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可能還要自貼一些 對 那比較常見可能那種 兩台摩托車互撞 然後兩台 兩個人都有受傷 互告過失傷害的情形 那檢察官就會很頭痛 檢察官就會叫你們兩個自己 瞧一瞧 其實多數人應該會告這種過失傷害 如果不是很嚴重 多數都是希望逼你去和解 或是達到一點補償 對 譬如說我要賠你十萬 然後我拿回來兩萬 對 然後這樣等於說我只要負擔八萬 對 算一點皮肉錢 收到底都是錢而已 收到底總是有一個數 對沒錯 就是一個數額 但是如果說真的很嚴重的話 那當然就是 沒辦法 就是兩邊就很難溝通 是 那對你來講 其實你自己做律師到現在 你大概處理過 比較多的這種 事故問題 大概你覺得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大家的一些方向 或是說有沒有什麼地方是比較難處理的 就是說你自己遇過的一些相關故事之類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如果發生車禍 第一個就是一定要先報警 對 因為遇過非常多造勢逃逸 那因為造勢逃逸 其實他的認定蠻嚴格 只要你在發生車禍當下 然後有人死亡或受傷 那你不馬上做一個處理 那你就把開車跑掉的話 那這樣子的造勢逃逸罪其實是蠻重的 所以重點是受傷 所以要有人受傷才會 譬如說撞到我巴咕尼亞就跑走 應該說這是刑事部分的責任 就是會有造勢逃逸罪 也可能會有刑責 那一般如果在這個 行政法規的部分 只要你發生車禍 你沒有報警通知到現場處理的話 其實你也會面臨一個罰緩的部分 所以還是要先報警 就不要跟他私下和解這樣子 我認為還是先報警 然後如果要和解的話 最好就是有詳細的這個 和解書可以寫 詳細的和解書可以寫 會比較好 像我之前有遇到 就是那個要趕著去台北吃飯 在那個中原路 然後一台機車 就直接撞到我的那個屁股 然後我就跟他說 跟他說那個 就直接叫他賠我錢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寫了一個 簡單的和解書 我就寫在我的名片上這樣子 我就簡單的寫了一下 就跟他要了兩千 兩千塊錢 對啊 不多 我因為沒什麼事啊 然後我就說 那你就陪我兩千塊 我去考期就好了 這樣子 我就跟他寫一個和解書 後來就好了 沒錯 所以也沒有報警那些的 但是有寫和解的 寫和解書 所以重要的要拿到和解書 對就是我們兩個都簽名 這樣子 確認說都沒問題 對沒錯 OK 所以那如果說 像阿伯問一下 如果說那個 以泡水車來看 假如說像這個遇到佳樂福這種 狀況下 那個泡水的話 修還是不修 泡水他那個泡得很嚴重嗎 因為我不太知道 他裡面到底是怎樣 打個比如就 應該這也不會多嚴重吧 一般就是 停車場灑水會灑到多多 一般都灑滿 沒有沒有 沒有啦應該不會灑到多少 假如說我真的運氣不好 譬如說被 因為熱脹冷縮 玻璃爆的話 那這種一般 假如說裡面進水啊 尤其進那種有機溶劑 到底應該怎麼做 我到底該修不修 我覺得 像我們之前有討論過這個 泡水的問題 就看他淹到哪邊啊 如果說他是輪胎 就是 互定一下 那我覺得應該還OK啦 不會影響太多 但如果是到 蓋過可能座椅了 儀表板 那基本上應該是 滿嚴重的 我覺得 說該修不修 我覺得 要看車子的殘值 對啊 如果說你今天車子可能 他基本上 可能剩幾十二三十萬 我覺得可能就沒有什麼 修的必要 因為維修太貴了 對啊 因為維修超過你車子的殘值 還有就是看你 有沒有什麼東西 引擎 並用箱這些有沒有 真的壞掉 或說你趕快找個車行 洗乾淨趕快找個車行 賣掉 趕快把它處理 趕快把它弄一弄 怎麼辦 找你是不是 不要找我 那你覺得 你覺得 你覺得泡水怎麼辦 我覺得泡水就分兩個 就是我認為其實泡水 其實你說真的 泡水很嚴重 當然嚴重 嚴重是影響車價 如果以車價來看 它確實是一個嚴重的狀況 但如果它本身沒有 太多的維修的話 其實泡水只是 你用起來感覺上不好 譬如說你要留著用 就沒有差 那第一個事情就是 如果假如說 像我假如去牽車 面目全非 那通常我會先請拖蛇去拖 對啊 千萬不要衝著一個 想說 反正好像沒有泡很嚴重 我就用開的 就跟那個衝地下刀一樣 對啊 下雨天那個衝地下刀 應該會過 砰就吸火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在已經泡水的狀況下 你不能確定 那這時候你擅自的把它發動 你也不知道到底引擎會不會進到水 那如果以引擎進到水來看 它的維修費用就比較高 大概可能需要 基本起到可能要在七八萬塊 五六萬塊以上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大樣的項目 那如果你這時候你是用拖車把它拖上來 在不要發動的前提下 我們把它拖上來 然後送去修車廠 搞不好其實只有清潔 對啦 因為它那個進氣沒有吸到水 對 所以它的水搞不好還在進氣的管子裡面 它並沒有進到引擎室本體 因為你沒有發動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你的維修費用可以大幅降低很多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說 假如說真的很衰 遇到這種地下室 這種情形 你根本不確定 第一件事就是叫拖車 不管你車能不能發 你不要想說 反正沒怎麼樣 就去發把它發走 那我覺得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不要擅自發動 那如果說你在引擎沒有壞的前提下 你只是內裝的損壞 那可能一萬多塊找些人洗內裝 處理一下搞不好就好了 但是你賣的時候要記得 還是要告知 當然 那如果泡水的話 假如說你想要減損 這個就是所謂的車價損失的話 應該還是可以的 可以的 還是可以找我們做建價 那只是說到底能夠差多少錢 有時候就是 車子的比例 譬如說你的車是200萬 你的20%就很多 那你們工會有沒有遇過這個 泡水的建價過 我好像還沒有遇過泡水 都是車禍而已 對還是泡水他們都賣掉了 泡水 因為泡水一般多數 常遇到的都不是有一個對方 他就是可能就是下大雨這種 對不對 那這種 那如果地下室淹水 可不可以告管委會 那就要看淹水成因 那或者是說管委會到底有沒有 任何舒適的地方 就是反正如果是確定是國家 因為水太大 導致怎麼樣 那你就沒得談 就台風天 對之前有那種台風天社區淹水 那種 那到底要怎麼辦 就自得認賠 我覺得認為是認賠 因為除非你要證明說 管委會在處理這一次 台風天淹水的過程中 他有什麼舒適的地方 或是建商有什麼設計的瑕疵 那你就可以去告管委會 所以要舉證 舉證這兩隻就麻煩死了 對 所以那就只能摸摸鼻子嫩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遇到泡水的話 大概就 能做的就是先拉上來 在沒有壞掉太多東西 維修太高潛力下 其實就是留起來用 因為 留著繼續開就對了 對啊就是泡泡水 其實先拉曬曬太陽 開一陣子 開一陣子 對不對 會好一些 然後稍微這也只能這樣 如果說你說 像我打個譬如像熏黑 如果遇到這種熏黑 他也沒壞 熏黑就是很麻煩 我打個譬如我只是熏黑掉 然後拿去烤漆就好了 那你這哪有減損 就沒有減損 對 因為你只有烤漆 你就沒有折價 可是如果不是元氣的話 在賣二手車的過程 就是有價差 但並不多 可能你的車可能高級一點的有 那如果便宜的車 基本上你烤不烤 或是你的車零有一點 那其實車漆本來就沒有那麼影響到價格 了解 就像如果我預告那有些人他們那個 車子壞掉 譬如說他都是被 像我通常遇過艦架比較衰的 就是車子被撞 一樣很嚴重 但是他撞到輪子 輪子 他撞到他車輪 然後實際只有換一個葉子板 但是他的什麼方向機 軸承鋁圈全部爛 就是撞到下緣 譬如說像有些人是什麼 爬上安全島 下面都扯掉了 下面都扯掉了 然後他的維修費用可能也要很多錢 但是他的價值減損是超少的 因為他完全沒有影響到板金 因為底盤那些零件 不影響車子的減損 對 因為底盤的零件 譬如說我們什麼三角架 方向機 這種什麼軸承 這個沒有影響到什麼價格 就是沒有影響到就是說 未來你要脫手的時候的價格 因為那些都是可更換的零件 所以如果遇到這就比較麻煩 就是他可能 他那時候以為他修的很貴 可能減損會很多 對啊 沒錯 所以就會有點難 所以其實你說那如果說 像那個 我如果算想要泡水 一般那個颱風天 我好奇問一下 颱風天那個停台北市的河濱 河濱都要移車 他不是廣播嗎 結果那個人還沒下班 他不知道 然後結果這些天就出來 就被泡了 但其實這個之前 因為當然他會廣播 然後也會公告 那如果說 我認為現在實務上判決來看的話 你要自願要停在這個河邊 這個相對來講比較危險的地方 那相關的風險 必須要你去承受 因為政府其實他並沒有強迫 你要停那裡 是你自己選擇停那邊 我剛才有租 我剛才租車位 租車位 可是你自己選 他告示牌應該還是會有寫 禁公包 保管車人 一般的停車長 他就會想說 如果今天天災事故 發生了迴損的話 他們也是不負任任 那如果你還願意繼續停 那就代表你認同這樣的條款 你要願意承擔那個風險 我看到台北市在22年那個 10月的時候 那泥沙台風 後來他們有導致百輛車 慘泡水 所以台北市政府是有發慰問金 有發慰問金 對發2萬塊 就是安慰你一下 因為他沒辦法賠 然後機車2000塊 補數這樣子 就是審核 就只有這樣 但很奇怪 這麼多泡水車200多台 那我怎麼賺不去 我都沒遇到 你又知道沒遇到 那好賺的被人家賺走了 我沒有遇到而已 被當女用一手車賣掉 是不是 可能200台還是收走這樣 200台都已經消失在 茫茫車海當中了 好嗎 都變得很香的那個產品 好不好 應該說這種其實確實是很危險 如果說真的遇到 真的要買車的時候 遇到是比較要需要狀況 那今天也感謝這個 過濾來跟我們聊一下 謝謝 這個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是什麼 遇到那種公共理賠 或是國賠 國賠的事情 應該說聽起來好像很難 實際上難度是蠻高的 因為你要負一定程度的取證 所以去找你 你會告訴我們說 打死他 還是說不行 還是建議你 可行性評估 回去哭一哭就算了 應該會說 你先律師費付了 我再告訴你 好狠 OK 所以其實應該說 這個聽起來好像真的是蠻困難的 然後再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因為其實最近 如果說那個 如果是加樂福車主的話怎麼辦 如果你是加樂福車怎麼辦 就是一定要先告成那三個屁孩 先告 先告他 因為這三個屁孩現在已經涉及了 是可能會有放火罪的問題 對 然後可能就是同時 放火罪已經偵辦了 沒關係我可以再告他毀損罪這樣 因為他到底是不是放火 就是你在用殺蟲器 來噴火源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預見得到 這個建築物人車 會因為你的行為 然後產生著火燒毀的結果 你這句話講中文好不好 聽不太到 也就是說 講白話連結就是說 你在做這個 玩火的這個行為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用一般人的標準來看 你做這個行為 你會不會想到說 如果我這樣做 會燒起來 這個房子會不會燒起來 一定有想到 那如果你已經想到了 你還做 那你在 他應該說我覺得想不到 沒有想到 我會覺得就這邊燒起來 不會想到整間燒起來 他只想說電影都這樣演 對 你那個打 那個殺那個殭屍都這樣 啪啪啪啪啪啪 應該還好 沒想到他旁邊是 那個放酒的地方 直接爆炸 直接爆炸 直接燒掉就對了 我想說我只是在殺蟲器那邊 應該還好 一小塊燒起來 我有沒有到旁邊超年燒起來 那個滅武器應該滅得掉 沒想到整個酒櫃都爆掉 誰做蠢事的時候會想到 那這個 因為法律上 法律上他在判斷的時候 他是用一般人的標準來判斷 就是他不是用行為人來判斷 他說沒必要 為什麼旁邊 殺蟲器旁邊要放打火機 所以我就不小心把他拿起來電了 以後就強制規定家樂福 他要不要趕快去做精神鑑定 他精神可能有點問題 可以減行這樣 應該說人當初都不會想到那麼嚴重 但是做這件事情 事後想想真的蠻蠢的 所以如果你是車主的話 你就先告 至少先抓戰犯 對 當然我也可以去告家樂福 只是說家樂福 依照你們之間的一個 停車的一個契約認定的話 其實很難去跟家樂福 沒什麼勝算 對 而且他們家財大祭出的 那如果那三個屁孩 他們都沒錢賠 這樣怎麼辦 就是要不來 那就幣子一張這樣 有一個判決書 但是沒有用 對啊 因為如果台灣的這個法律 還是要說你民事判決之後 還要有財產可以執行 債務人要有財產可以執行 如果說這三個真的都是學生 然後有成年的學生 例如說大學生 那可能成年就沒辦法 對啊 要他自己負責 那他就輕鬆 反正他名下沒財產 對啊 就算我欠個一億 我也不會怎麼樣 不是而且第一順位 絕對是家樂福 他有任何錢都被加入吃乾媽進 家樂福還有營業損失 還有什麼財務損失 加起來應該很可觀 對啊 我說他們吃怎麼樣 再有錢也被吃乾媽進 所以他超過20歲 監護人就沒有責任 現在民事已經修法為18歲 18歲 所以我只要18歲以上 我民事就已經成年了 所以媽媽媽這時候 馬上發出公告 媽媽還好還好 還好18歲 不然現在開始買樂透 然後刮到那一瞬間 那個債務就歸零了 還好他們年紀已經超過18歲了 對啦 不然的話真的是 不過這個大家應該當初都沒想到 算是說 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 想想也是這樣子 只能說為什麼要玩殺蟲機 雖然我殺蟲機好像聽說噴這樣子 會冒火 但我還真沒玩過 小時候有想過 但沒有想過要在家樂福裡面玩 我小時候 早上會買回家玩吧 怎麼會有在家樂福裡面玩 小時候有買過打火機有沒有 然後我就跟那個我妹說 看打火機我要點東西 結果把紗窗燒一個洞 因為我不知道紗窗 因為我想說怕有煙被發現 所以就在門那個紗窗旁邊玩 結果一點那個紗窗燒超快 燒上一個洞 超大洞 這就是為什麼三個屁 還不是在家裡玩的原因 要在家樂福玩 反正燒火又不是我家對不對 對有些道理 沒辦法那麼貴啦 好啦今天也感謝郭律 那我們今天的學弟請準備 就跟大家聊一下 關於這個所謂的 遇到這種很衰的事情 或是說遇到這種財務損失 你應該怎麼辦 那今天也感謝郭律 讓郭律再介紹一下你的律師事務所 謝謝 我律師事務所是 義捷法律事務所在桃園 他是郭明漢律師 哪一個義哪個節 義是一個戰利的利 旁邊一個羽毛的羽 節就是捷運的節 捷運的節 歷捷法律事務所 那再去找郭明漢律師 有空可以來找我喝茶聊天 要按碼表嗎 但不用按碼表 妹子的話不用 她現在是那個 還沒有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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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今天的學弟節目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託